周秋假期第二天可以感觉到天气真的是回暖了许多 冷空气减弱的关系 一直到星期二都会是这样晴朗的好天气 其晨在新竹呢只有9.4度的低温 不过白天各地的高温都在22度以上 而下一波的大陆冷气团将在礼拜五又会来报道 东洋露脸天气晴朗 许多人出门走走晒晒太阳 一家子一起动动身体伸展筋骨 动物们也纷纷趁着温暖的好天气 在池水边清理羽毛 冷空气减弱了各地气温逐渐回升 一直延续到下个星期二天气都相当的稳定 各地大多是多雨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 所以白天的高温预计在北部东半部 可以逐渐回升到23 24度 中南部再更温暖一点可以回升到25到27度 不过星期三开始东半部和北部山区会出现短暂雨 而下一波大陆冷气团将在星期五报道 到时候可能北部东半部早晚和白天的温度 就会再度的略降一度到三度 一大早加以还有一千多位民众带着罐头路跑 虽然只要捐一个罐头就能参加路跑活动 不过有人可是带来一整箱 周末除了太阳露脸带来温暖天气之外 民众的爱心也是热情洋溢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